大家好,歡迎來到府中暑宅勒動畫課 最近氣溫下降,大家有沒有感受到濃濃的秋意呢? 有沒有一種秋高氣爽的感覺呀? 這次府中暑特別推出符合秋天氣氛的組閣動畫 一起感受秋日的美好吧! 首先,我們要準備的材料有畫框的圖片 要有大、中、小三種尺寸,可以到網路上搜尋 還有深綠色、淺綠色、紅色、橘色、咖啡色的紙各一張 代表秋天的一段文字或圖片 紅色的顏料 水彩筆、鉛筆、剪刀、綠黏土 準備好就可以開始囉! 第一個要製作的素材是楓葉 因為是要拍攝楓葉轉紅的感覺 所以要製作綠色和橘紅色的楓葉 老師準備了四種顏色的紙張 分別是深綠色、淺綠色、橘色和橘紅色 讓色彩可以更豐富一些 每一種顏色的紙各會畫差不多十片左右的葉子 楓葉的形狀是向下垂下的五角形狀 老師在這邊示範給大家看 向下垂下的五角形狀 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如果不清楚的同學 可以自行上網Google 查詢楓葉的樣子 那記得楓葉其實會有一個小梗 這樣就是楓葉的形狀了 我們可以畫一些有大有小的樣子 像這一片就是小片的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生動 畫完之後我們就可以剪下來 完成後可以稍微分個顏色放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架設設備 因為我們今天要拍攝的角度是俯拍的樣子 所以平板擺放的位置會和桌面成平行的狀態 資訊欄下方會有設備擺放的示意圖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設備架設完成後 我們可以將咖啡色的紙用濾黏土 黏在桌面上 當作動畫的背景 那記得要注意的是 咖啡色的紙張 是否都布滿在我們的景框之內 沒有露出桌面的顏色 接著我們就可以鋪上綠色的葉子 可以深淺交錯 也可以用濾黏土在背後固定一下 方向也可以做改變 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那有一些比較小片的葉子 可以補在空隙中 那方向的部分呢 也不一定都要同一個方向 可以讓它多樣一點 看起來會比較像真的的感覺 好 那我們再稍微喬一下位置 讓它都在我們的鏡頭之內 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們可以用來拍攝 擺放完成後 將水彩筆沾上紅色的顏料 並放在旁邊做備用 素材準備完成後 就可以開始拍攝動畫咯 拍攝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段 STARMOTION的教學示範影片吧 大家好 歡迎來到 府中15宅樂動畫課 今天要教大家的是 STARMOTION的操作方式 STARMOTION是一款 專門為拍攝 逐格動畫而設計的APP 可以在手機或平板 下載此款APP 來拍攝逐格動畫 聽起來是不是很棒呢 那就開始吧 首先先下載好STARMOTION 在底下的資訊欄 有提供下載連結唷 下載完畢後 我們就可以點開APP 找到一個加字符號 New Movie 按下去 這是建立一個 新檔案的意思 接下來就可以 開始拍攝啦 在右側 有一個紅色圓形按鈕 就是拍照鍵 按下去 就會拍照 拍照之前 我們可以先 清楚螢幕對焦 拍好的照片 拍好的照片 會出現在螢幕下方 拍好的照片 會出現在螢幕下方 上下移動看看 上下移動看看 稍微移動一下我們的物件 欸 會發現剛剛拍的照片出現了 這樣我們就可以對照位置移動囉 好 接下來我們可以多拍幾張 動一下拍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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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動一下 再動一下 然後 然後持續的稍微拍個幾張 那這邊要提醒大家 移動的幅度呢 越小的話 畫面會越連貫喔 好 再拍一張 好 再拍一張 欸 老師 如果我不小心拍到自己的手 或桌面的話 要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點選 拍到手手或桌面的那一張照片 輕點它 之後 找到垃圾桶符號的按鍵 Delete 按下 它就會刪除照片囉 完成後 我們可以看一下 剛剛影片拍的如何 按下螢幕下方的這個鍵 它就會回到第一張照片 然後 按下拍攝鍵下方的三角形播放鍵 就可以瀏覽剛剛拍的動畫了 哇 魚有起來了呢 接下來 可以調整 影片的速度 在 螢幕下方 有一個齒輪樣子的符號 按下去後 有一個長得很像 時鐘模樣的圖案 點它之後 就可以調整速度 現在是 沒有 可以調整的話 但是 可以自行调整 确定没有问题后 我们就可以存档了 先退回到主页 找到刚刚拍摄的影片 点它下方三个点点 有一个rename的按钮 可以更改档名 鱼儿水中游 是老师这个影片的 名字 更改完后按下 DONE 就完成更改名字的动作了 完成后再点一次三个点点 有一个底片符号的按键 叫Explore Movie 点下它 之后再按下Save Video 是一个向下箭头符号 它就会存档到我们的相簿 现在我们来相簿看看是不是有这部影片呢 嗯 有的 那就完成咯 那Android系统也是一样的 先退出到主画面 先退出到主画面 按下三个点点 点选重新命名 更改档名 更改完成后 更改完成后一样再按三个点点 从上数来第三个选项 按下去后就会开始存档 但要注意 影片会存在哪个位置哦 这样我们才找得到影片 StarMotion的教学就到这边 赶快下载APP拍出属于自己的动画吧 大家都知道怎么操作StarMotion了吗 那我们要来拍摄秋日的小动画啦 一开始先拍摄一张没有变色的枫叶 然后将水彩笔缓缓的从左下角 移动到叶子的上方 然后记得我们的水彩笔要稍稍的悬空 不要让颜料沾到纸上 当水彩笔在绿色叶子上的时候 我们可以拍一张 然后呢 这时再换一张红色或橘色的叶子 再让水彩笔回到原来的地方 那我们可以透过透明度的功能来检视 我们是否有回到原来的位置 再接续着继续拍下去 那我们移动到下一片叶子看看 好 换上橘色或红色的叶子 那一样 我们可以稍微设计一下它的排列方式 让它有颜色交错跟大小交错 还有方向不同的感觉 稍微移动到一点点 其实是无伤大雅的 所以没有关系 因为对位置本来就有一些些的难度 好 那我们再换一片叶子 像老师这样 就是有点移动太多了 所以提醒大家可以用绿黏土做固定 尤其纸张又比较薄的时候 更容易移动到位置 那我们会让笔回到原来的地方 然后呢 放上一片叶子 这一片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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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依此类推 直到所有叶子都变成橘红色 记得颜色可以交错 大小也可以交错 那方向呢 也可以不一样 这样看起来会比较活泼与生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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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叶都变成红色后 我们可以浏览刚刚拍摄的部分 回到第一张 按不放键 这样是不是就有蜂叶被染红的感觉呢 那我们可以稍微调一下速度 再看一次 接着 我们就可以把剪好的画框拿出来 先把最大的画框放上去 那你会发现 我们可能有一些枫叶会超出画框 那我们要稍微让它 进来一点 让它们枫叶都在画框里面 这时候因为我们可能移动的时候会一直触碰到画框 那我们可以稍微用绿年图做固定 那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是不是画框是正的 并且在画面中是稍微置中的 那我们就可以稍微移动一下画框内的枫叶 OK 那我们就可以拍一张照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在 像老师这边就有凸出来的检查到凸出来的枫叶 就可以把它删掉 然后移进去一点 就拍一张 好 然后呢 因为我们想要让它停留时间长一点点 所以可以再拍一张 那我们就可以换 呃 比较小 中型的那一个画框 中型的画框 因为我们要让它有就是room in的感觉 慢慢慢慢可以看得到它全貌的样子 所以呢 才会请大家准备大中小三个画框的size 好 这样 那我们一样看一下 画框是不是在画面中的中间 然后我们把枫叶都放进来 有点歪了 这样 好 我们就可以再拍一张 再拍一张 最后一个小尺寸的画框 把它拿出来 把它拿出来 一样 我们要注意画框的位置 跟 和枫叶有没有露出来 放上去 好 把枫叶 放到画框里面 然后让它交错的放 不要放得太整齐 就会看起来比较 有变化的感觉 好 好 那我们就可以拍一张 ok 然后再拍一张 接下来呢 像老师有准备的是 想要放在这个画框里面的一段画 那你也可以放一些照片 或是你有想说的话都可以 那我们为这个秋天呢 来一些标语 或是下一些注解 我们自己对秋天的感想 这样 好 那 嗯 接下来我们就会把字放上去 那大家可以像我一样 就是我是把一段画呢 分成一个单子一个单字的 那我们就可以拍出用笔刷刷出这段画的感觉 好 那随 呃 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把字放上去 那我们可以先把笔刷拿出来 那我们这次要从右下角上去 如果你是右撇子的话 那如果你是左撇子的话 再从左边 好 露出一点点拍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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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摑 对 好 露出一点点拍张 我们还可以再字后面 黏上这个 露出一点点RIF 镂ę图 我们เรcciones 热出疤 完了 可以引起一遍 大块 拍照 好 再放入第二个字 拍照 再放入第三个字 接下来慢慢移动到下面 我们来看看完成的小动画吧 哇 是不是很有秋天的感觉呢 那拍摄完成 我们就可以更改挡名存档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事不宜迟 赶紧来拍摄秋天氛围满满的足隔动画吧 我们下期再见